6月8号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了解到 6月9号凌晨至日出前 木星和土星将相随合月 呈现出双星半月闪烁天雨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部工程师胡方浩介绍 双星半月是一种常见的天象 而在2020年 木星 土星每月都会和月球有个美丽约会 今年木星和土星一直会靠得很近 而6月9日凌晨1点19分的时候 月球将和木星 这月将再次出现双星半月的天象 我们可以通过月球去定位木星和土星 胡方浩告诉记者 6月9号凌晨至日出前 天气晴好时 天文爱好者们可贫肉眼 就可以欣赏到这幕双星半月的天文美景 大家对双星半月天象有兴趣的话 可以从6月8日晚上11点到6月9日凌晨4点之间 我们都可以去欣赏他们的三个聚到一起的身影 去看他们的聚会 那么如果您看到视野在开会一点 你可以发现远处火星还正盯着他们 在月亮右上方的是木星 在月亮左上方的是土星 三者组成一个三角形 其中木星会比较亮 土星稍暗一些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 这是一次认识木星和土星的好机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